欢迎回到大秦小鱼,深挖人性善恶,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。 李大毛是李家村的村霸,在李家村,是没有人敢得罪他的。 有一天,李家村的李小山结婚了,李小山的妻子叫香草,香草是外省人。 李小山是在打工的时候认识香草的,说起香草,真的是一个美女,这么说吧。 她嫁给李小山后,算是李家村上最漂亮的女人。 李大毛是一个好色之徒,虽然她已经有老婆了,但是还是在外面寻花问柳。 她见香草漂亮,便打起了香草的主意。 一天上午,香草去镇上买东西,结果被李大毛跟踪了。 香草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,李大毛见路上只有她和香草两个人,便将香草拖到了树林里。 在树林里,她不顾香草的反抗,侵犯了香草。 香草回到家里后,将自己被李大毛侵犯的情况告诉了李小山。 李小山十分气愤,她带着香草到李大毛的家里,找李大毛理论。 但是李大毛对李小山说,你的老婆说我侵犯了她,她有证据吗? 结果,这件事不了了之。 说实话,李家村上的很多人都痛恨李大毛,不过,虽然他们都痛恨李大毛,但是对李大毛无可奈何。 距离李家村八里路,是桃花村,桃花村上有一个老板姓张。 张老板年轻的时候,是一个流氓。 后来,他开始创业,也许是他的运气好,他的创业获得了成功。 有一天,张老板看上了李家村的一片野地,于是他打算将那片野地租下来建一家配件厂。 很快,张老板就租下了那片野地,然后开始在野地上建配件厂。 一天上午,李大毛找到了张老板,他对张老板说,张老板,等你的配件厂建好后,我打算卖菜给配件厂的食堂。 张老板知道李大毛是李家村的村霸,所以他听完李大毛的话后说, 好,等我的配件厂建好了,配件厂的食堂就买你的菜。 要说时间,过得真快,不知不觉张老板的配件厂就建好了。 他的配件厂建好后,李大毛开始将蔬菜卖给他的配件厂的食堂了。 一天上午,食堂负责人来到了张老板的办公室里。 他对张老板说,张总,李大毛卖给食堂的蔬菜不但价格高,而且不少蔬菜都已经快腐烂了。 张老板说,这样吧,我现在就去食堂看看。 时间不长,张老板就到了食堂里。 他看过蔬菜后,对食堂负责人说,你马上给李大毛打电话,叫他明天不要给食堂送菜了。 食堂负责人说,好,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 食堂负责人说完,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然后给李大毛打电话了。 电话接通后,食堂负责人对李大毛说,李大毛,你明天不要给食堂送菜了。 食堂负责人说完,挂断了电话。 一个小时后,李大毛来到了配件厂,他到配件厂是找张老板的。 很快,他就找到了张老板,他对张老板说,张老板,你的配件厂的食堂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,叫我明天不要给食堂送菜了。 你知道这个情况吗? 张老板说,我知道这个情况。 你送给食堂的菜,不但价格高,而且有的蔬菜已经快要腐烂了,食堂负责人向我汇报过这个情况。 李大毛说,张老板,我的菜就是那种菜,你的配件厂的食堂不要也得要。 张老板说,李大毛,你是要强行将菜卖给我的配件厂的食堂啊,我告诉你,我的配件厂的食堂不要你的菜了。 李大毛说,你会后悔的。 第二天上午,李大毛拿着锄头来到了张老板的配件厂的外面,然后开始刨路。 配件厂的保安看到李大毛在刨路后,赶紧给张老板打电话。 张老板接到电话后,赶紧来到了配件厂外面。 他看到李大毛在刨路后,对李大毛说,李大毛,你在刨路的话,我就报警了。 李大毛听完张老板的话后说,你就是报警,我也不怕。 张老板说,那我现在就报警。 张老板说完,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然后开始报警了。 二十分钟过后,开来了一辆警车。 警车停下后,从警车上下来一个警察和一个辅警。 警察和辅警都认识张老板,所以他们热情地跟张老板打招呼。 张老板对警察说,李大毛在刨路。 警察听完张老板的话后,走到李大毛的面前,然后对他说,你赶紧停止刨路。 李大毛说,好,我停止刨路。 李大毛说完,拿着锄头走了。 不料,下午的时候,李大毛又来刨路了。 由于李大毛又来刨路了,所以张老板又报警了。 警察来后,赶走了李大毛。 当天深夜,李大毛悄悄来到了配件厂的外面, 然后将石头扔到了配件厂的房顶上。 他扔了石头后,又点燃爆竹,然后将爆竹扔到配件厂里。 第二天上午,张老板在办公室里咬牙切齿地说, 李大毛,你真的是太可恨了。 三天后,李大毛死了。 李大毛是死在一片树林里的, 两个孩子到树林里掏鸟窝,发现了李大毛的尸体。 李大毛死后,他的老婆报警了。 警察赶到现场后,拍了照片,警察初步判断, 李大毛是被杀害的,因为李大毛的身体上有刀伤。 不久,两个男人被抓了,两个男人分别叫王大山和赵峰, 他们都是张老板的配件厂的保安。 那么,为什么警察会抓他们呢? 原来,警察认为是他们杀害了李大毛。 原来,有一天中午, 王大山和赵峰一起在一个叫曹安的男人的家里喝酒。 酒过三旬的时候, 曹安对他们说, 李大毛死得很惨, 听说是被人用刀捅死的, 你们知道是谁杀害了他吗? 这时候的王大山和赵峰已经醉醺醺的了。 王大山说, 曹安, 实话告诉你, 李大毛是我和赵峰杀的, 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 曹安说, 赵峰, 大山说是你和他一起杀害李大毛的, 是不是真的? 赵峰说, 是真的, 曹安, 这件事, 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 曹安说, 你放心, 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 王大山和赵峰走后, 曹安去李大毛的家了。 他到了李大毛的家里后, 对李大毛的妻子说, 我知道是谁杀害了李大毛。 李大毛的妻子听完他的话后说, 曹安, 你赶紧告诉我, 是谁杀害了我家大毛。 曹安说, 我可以告诉你, 但是你必须先给我十万元。 李大毛的妻子说, 我要是给了你十万元, 你不告诉我是谁杀了我家大毛怎么办。 曹安说, 你放心, 只要你给我十万元, 我保证告诉你, 是谁杀了李大毛。 李大毛的妻子说, 我家没有十万元, 这样吧。 你跟我一起去镇上的银行, 我在银行里拿十万元给你。 曹安说, 好, 我现在就跟你去镇上的银行。 曹安和李大毛的妻子到了银行后, 李大毛的妻子在银行取了十万元。 李大毛拿到了十万元后,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 然后翻出一段录音给李大毛的妻子听。 原来, 曹安听王大山说, 是王大山和赵峰两个人杀害了李大毛后, 悄悄从口袋里拿出手机, 然后开始录音了。 李大毛的妻子听完录音后, 对曹安说, 你现在赶紧将录音发到我的手机上。 曹安说, 好, 我现在就将录音发到你的手机上。 第二天上午, 李大毛的妻子去报警了, 他放了录音给警察听。 很快, 王大山和赵峰就被抓了, 他们被抓后, 交代了罪行。 原来, 有一天上午, 他们被张老板叫到了办公室里。 张老板对他们说, 大山, 赵峰, 我对你们怎么样? 王大山说, 张总, 您对我真的是太好了。 赵峰也说, 张总, 你对我确实很好。 张老板说, 大山, 赵峰, 既然你们认为我对你们很好, 那我今天要求你们帮我办一件事。 王大山说, 张总, 您说是什么事? 只要我能办到的, 我就一定办。 赵峰也说, 张总, 您就说是什么事吧? 张总说, 是这样的, 李大毛经常跟我作对, 我真的是恨透了他, 我想让你们将他干掉。 当然, 我不会让你们白干的, 事成之后, 我给你们每人三十万元。 张老板说完后, 王大山和赵峰沉默不渝。 张总见他们沉默不渝, 对他们说, 当然, 如果你们不愿意干的话, 那么我也不会勉强, 我想让你们。 忽然, 王大山说, 张总, 我干。 赵峰也说, 张总, 我也干。 一天上午, 李大毛去邻村的一个亲戚家, 他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, 忽然出树林里, 窜出两个蒙面人。 两个蒙面人, 很快就跑到了他的面前, 接着, 两个蒙面人将他拖到了树林里。 他大声呼救, 但是根本没有人来救他。 在树林里, 两个蒙面人用尖刀将他捅死了。 他死后, 两个蒙面人离开了树林。 原来, 两个蒙面人是王大山和赵峰装扮的。 下午的时候, 王大山和赵峰到了张老板的办公室里, 在张老板的办公室里, 他们告诉张老板, 他们已经杀害了李大毛。 张老板听完他们的话后, 对他们说, 这样吧, 等有人发现李大毛的尸体后, 我再给你们的钱。 等到人们都知道李大毛死了以后, 张老板信守承诺, 分别给了王大山和赵峰每人三十万元。 王大山和赵峰被抓后, 张老板也被抓了。 不久, 王大山和赵峰以及张老板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 真的是一波三折, 王大山和赵峰以及张老板受到法律的惩罚后, 有一天, 曹安死了, 曹安是死在农田里的。 一天上午, 一个大沈到地里干农活, 他路过曹安家的农田的时候, 发现曹安死在了农田里。 大沈见曹安死在农田里, 赶紧报警了。 警察赶到现场后, 发现曹安的身体上有刀伤, 初步认定曹安是被人杀害的。 半个月后, 一个青年男子被抓了, 青年男子是什么人呢? 原来, 青年男子是张老板的儿子, 叫张庆。 那么, 张庆为什么会杀害曹安呢? 原来, 李大毛的妻子的心里藏不住是, 王大山和赵峰以及张老板被抓后, 他就对亲朋好友说, 他给了曹安十万元, 曹安拿了十万元后, 给了他录音, 他有了录音后, 拿着录音报警了。 结果, 很多人都知道了, 是曹安给李大毛的妻子提供了录音。 一天中午, 张庆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, 对几个朋友说, 曹安太不像话了, 要不是他给李大毛的妻子提供录音, 张老板就不会被抓。 几个朋友听完他的话后, 都说曹安太可恨了。 张庆说, 我要好好教训一下曹安。 从那以后, 张庆就开始悄悄注意曹安的动向了。 一天上午, 张庆发现曹安到农田里干农活, 于是他走到了曹安的面前, 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香烟, 然后递给曹安一根香烟。 当曹安将香烟拿到手里的时候, 他忽然拿出尖刀, 然后用尖刀向曹安捅去。 曹安死后, 张庆赶紧离开了。 张庆回到家里后, 心里有点害怕, 于是他在家里喝酒。 有一天早上, 张庆离开了家。 那么他离开家去了哪里呢? 原来他带着钱去了一个山村, 山村里有他的一个朋友。 从那以后, 他就躲在了朋友的家里。 一天上午, 一辆警车开进了山村里, 随后警察将张庆抓走了。 张庆被抓后, 交代了他杀害曹安的罪行。 不久, 张庆就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 张庆受到法律的惩罚 三个月后的一天上午, 李大毛的妻子去镇上买东西, 结果他在去镇上的路上, 被一辆扎土车撞死了。 李家村的人们说, 李大毛之所以会死, 是因为他惹了不该惹的人, 张老板是流氓出身, 不是一个好惹的人。 结果是有很大的好惹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